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天運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踏入9月 今天天氣繼續都會挺熱 看看今早各區的氣溫分佈 6時多時 普遍介乎在26至28度之間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今早整個環南雲糧普遍都是比較少 這個情況和在流氓群島附近的熱帶氣旋 美斯克間接有關 美斯克昨晚已經增強為一個超強颱風 我們現在位置在它的外圍 天氣普遍晴朗 而且風勢微弱 美斯克會在今日和明天 向一個偏北的方向移動 橫過東海大致移向朝鮮半島 電腦機預報道看到 這段期間 我們附近風勢繼續都會是微弱 加上有陽光 日頭天氣會挺熱 不過要留意 高溫的天氣可能會觸發 趙雨和雷暴的發展 今日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趙雨 日頭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大約為34度 稍後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吹輕微至黃緩的偏西風 提提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現在仍然生效 風勢未躍的情況之下 感覺會特別熱 在戶外工作的朋友 記住要多喝點水 如果感到不舒服 要盡快到陰涼的地方休息 至於展望方面 預計未來兩三天 天氣會持續酷熱 風勢未躍 各部地區會有趙雨和雷暴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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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